我們來討論這個等差極速 我們先討論說什麼叫極速 極速就是說一個那個數列 一個數列 A1、A2等等 AM 然後把這個數列用加號把它連接起來 那形成了一串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就叫極速 好,那我把這些把它轉合起來 這個我們用這個五號代表 這個就叫極速的核 那所以在有現象的時候 而且這些都是數的時候 極速跟極速的核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你會說那為什麼要把極速跟極速的核做一個區別 因為我們在數學上 有一些東西比如說 像那個什麼,像無窮極速 無窮極速它就不一定有核 比如說你1加2加3 或是說1加2分之1加3分之1等等等 一直加,加到2分之1 再繼續加 加到無窮下 這個沒有核 這個沒有核 那你說這個是無窮極速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是無窮極速的核 那還有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在排列組合裡面 有所謂的升層函速 升層函速的話 它比如說可以展開成這個樣子 可以形成無窮多項 那無窮極速的話 那這個我們叫形式極速 那我們在運算的時候 你這個比如說 如果你帶大1的數下去的話 這個是發散的 這個沒有核 但是我們還可以做運算 還可以把它看成普通的數來做運算 那這個我們就叫形式極速 那做這樣的區分的話 是在數學上 它要呢 做一個更嚴格的表述 所產生的結果 不過的話呢 在有現象的時候 極速跟極速的核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同一個東西 好,再來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 一個最簡單的等差極速的核 就是1加2加3 一直加到n 然後等一下我們呢 會把一般等差極速的核 用這個最簡單的等差極速 來表述 好,那這個等差極速很容易 這個的話 我記得有個故事 高斯 高斯在5歲的時候 5歲的時候就把這個公司弄出來了 高斯那個時候的話呢 因為他 很喜歡 在班上很喜歡炒 炒到它 然後他老師齁 就齁 出一個題目 要讓他做 他以為說 他會做好久 就不會炒 他那個齁 他那個齁 他那個題目怎麼做呢 他那個題目是這樣子 1加2加3 一直加到100 然後呢,他出出來以後 還沒轉頭,高斯就算出來了 那就算出來了 那高斯他是怎麼做?他是這樣做 他把這個 把它倒過來看 S的話就是100 加上99 前面有個99 一直加 加到1 那每兩項加起來都一樣 這個加起來是101 這個加起來也是101 一直加 這個每兩項加起來都是101 總共多少?總共100項 所以這2s 等於這個 那這個100項 乘以101 所以高斯很快就把這個算出來 就2分之多少 100 乘以101 1 如果我現在把n換成100的話 把n換成100的話 把100換成n 把100換成n的話 這個公式就用2分之n 乘以n加1 那這個公式就得出來了 最簡單的等差 極速公式就得出來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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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